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跟我一起学习地道中文 今天咱们继续看电影,学中文 电影呢就是花木兰 这个电影里头有一个嘴特别碎的这么一个角色 嘴碎的意思就是说话特别多,特别啰嗦,没完没了 大家应该已经猜到是谁了 对,木须,木须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色 然后呢,他的中文配音是中国特别有名的一个喜剧演员 配得特别特别好 所以呢,今天我就截取了几个木须的片段 教大家一些地道的中文的表达 那么咱们开始吧 要是哪个傻瓜活腻味了,敢找咱们家人的麻烦,让我来收拾他 要是哪个傻瓜活腻味了,敢找咱们家人的麻烦 让我来收拾他 对,这个腻味 腻味就是厌烦了 活腻味就是活厌烦了 换一句话就是说 不想活了 收拾 收拾一般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嘛 就是整理,整理家里的这些东西啥的 小时候你妈妈是不是常常也对你说 嗯,赶紧把玩具收拾收拾啊 不收拾的话不许吃饭 第二个意思就是教训惩罚的意思 比如说你小时候你爸爸常常可能会和别人说 我家那小子就得好好收拾收拾 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啊,你们当我不行,看我的 什么玩意儿 你们当我不行,看我的不行 它其实也有两个用法啊 第一个用法就是不可以 不应该这样等等 比如说我老婆常常对我儿子说 你光吃米饭可不行 还得吃菜呀 不然哪来营养啊 第二个意思就是指能力 能力不足嘛 哎,没法胜任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踢球的时候 你的足球教练会觉得你能力不行 就一直让你当替补 您就瞧好吧 我不会给家里丢人的 您就瞧好吧 我不会给家里丢人的 您就瞧好吧 这句话是一个比较地道的北京话 它的意思呢就是说 你就等着瞧,等着看吧 非常的有自信啊 您就瞧好吧 您大家都知道嘛 是你的敬语 但是千万不要滥用 其实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必要用 比如说对你的老师呀 长辈呀领导啊等等 真的没必要就说您好 说你好就行了 中国其实没有那么森严的等级制度 像韩国呀日本呀等等 那地方特别森严对不对 嘿,你跟着掺和什么 嘿,你跟着掺和什么 掺和和轻生 掺和 掺和的意思就是插手别人的事情 干预别人的生活 中国很多老年人就特别喜欢 掺和到子女的生活中去 让子女压力特别大呀 听我说一旦被人发现你是女人 这里咱们要看的就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一旦就 一旦的意思就是有一天 它是一个假设计 就是假如有一天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 它会带来什么什么样的后果 比如说女人们常常说 男人一旦有了钱就会变坏 可是我觉得很多女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心里肯定是 安安的希望 自己的男人是一个例外 死路一条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嘛 啊,你还有一条路 只有一条 死路 谁是胆小鬼 你再说一遍我就揍你 谁是胆小鬼 你再说一遍我就揍你 这里还有一个固定用法就是再就 再就是再一次的意思嘛 它其实也是一个假设计 比如说你再做一件什么什么事情的话 就会带来什么什么样的后果 我和我儿子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特别容易生气上火 我常常就说 你再不好好吃饭 你就给我下桌 还有一个字就是揍 揍其实它就是比较口语化的打 比如说 你小时候没有挨过你爸妈的揍 你太幸运了吧 起来吧 太阳要晒屁股了 我的睡眉人 起来吧 太阳要晒屁股了 我的睡眉人 太阳要晒屁股 其实是一个中文的俗语嘛 你想想看 太阳的声音都烙高了 通过你的窗户照进来 晒到你的屁股上 你想想那几点钟了 你肯定迟了嘛 这个用法就是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孩子 用的比较多嘛 比如说 宝贝儿该起床了 太阳都晒屁股了 好可爱的感觉 对不对 那是因为他爸爸妈妈心情比较好 那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这样说 快给我起来 睡什么睡 也不看几点钟了 正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准说话 正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准说话 不准就是不允许不可以 就是那个哈利波特的姨妈 就是不准哈利问问题 特别是关于他爸爸妈妈的问题 去吧 给我争口气 去吧 给我争口气 争口气就是努力去做一件事情 取得好成绩 也可以说争气 中文里还有一个俗语就是 不争馒头争口气 为什么这样 因为蒸馒头的蒸和蒸汽的蒸 两个字是一个发音 所以啊 馒头的不要蒸了 只要你愿意争口气啊 姑奶奶可别这么干 万一让人看见怎么办 姑奶奶可别这么干 万一被人看见怎么办 姑奶奶 这里当然不可能是指爸爸的姑姑什么的 这里其实它更像一个语气词 表达一种无奈啊 一种很着急啊这种状态 比如说妈妈可以对女儿这么说 我的姑奶奶你就不能快点吗 咱们快迟到了 还有万一 万一它是指一种可能性非常低的假设 比如说人总是要有梦想的吧 万一实现了呢 他屁股可真臭 都是为了你 他屁股可真臭 都是为了你 可真这个词用的比较多 但是咱们应该把它分为两部分来看啊 一个可 一个真 可在这里呢 就是强调的意思 真就是真的 表示肯定 确实等等的意思 你比如说你可以夸别人家的孩子 哦 你家孩子可真聪明呀 每次考试都考100分呀 别人可能会觉得你不真诚 我看出来了 什么 你看上他了 对不对 我看出来了 你看上他了 对不对 这里有两个带有看的词 第一个看出来 看出来就是明白了 看上他就是喜欢嘛 比如说 哦 我看出来了 你真的不会游泳啊 比如逛街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和女朋友说 你看上什么了 我给你买 我就知道你是条汉子 哼 我就知道你是条汉子 条汉子就是一条汉子 条它是一个量词 一般就修饰这个汉子 汉子它其实就是男人 但是假如一个女人家里的什么活都不需要男人 都可以自己干 比如说换灯泡呀 修马桶呀 什么的都能自己干 他就会自嘲自己是女汉子 像男人一样的女人 特别能干 不需要男人 就差那么一点 一丁点 就差那么一点 一丁点 一点和一丁点都是表示特别少 特别少 但是呢 一丁点比一点还少一点 比如说他这个人啊 一点亏也不吃 真的是一丁点亏也不吃呀 千辛万苦全泡汤了 泡汤其实它本来的意思呢 是指把东西放到水里泡太久了 泡坏了 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用的是它的隐身意思 就是指事情呀 愿望呀 全部落空了 没法实现 比如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它的海外出游计划泡汤了 我看你只有学着想开点了 我看你只有学着想开点了 想开就是把不开心呀 不如意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 让自己心情能好点 比如说你可以劝你的女朋友说 嗯 想开点 没什么的 当然要是你的女朋友就是想不开呢 那她可能会吵你 啊 大吼一声 这地方 就是以前赶马车的人用鞭子一甩打马的屁股 出发 德其实没什么意思 就是驾 就是出发 你是谁 我是你的噩梦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特别好玩 你是谁 我是你的噩梦 很好理解嘛 对不对 我就觉得特别好玩 所以放在这儿 打电话定包间 打电话定包间 定包间是一个特别特别实用的词语 比如说你想和朋友出去K歌哟 或者呢 就是几个人一起去吃饭 吃的特别好的大餐 那你就得提前定包间 如果你喜欢我这种形式的视频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视频 请记得订阅 再给我点个赞哦 那么下次再见